Action! 又好東西介紹了 快看看這個最新的 我相當欣賞的系列 有什麼特別呢? 咦? 它特別... 咦? 我見到一個名字我就知道了 Mazzucato 是呀 一個意大利 都相當出名的設計師 當然我們很多粉絲朋友都很喜歡它的設計 這隻是新款 沒錯 其實看到它的款式 跟舊的款式相對 是有點類似的 我剛才想說 我認得它這個 較時間的設計 很特別的 尺寸都相差很遠 有很多兩三年前 有看過這隻錶的朋友都知道 這隻錶在這個手錶界 當時是真的... 蜂窩一時 是雙面錶來的 最特別是這個扣 這個扣組 是嗎? 可以把這錶打開 而新一代呢 咦? 都是有這個位置 亦都可以拉開這個位置 交時間 沒錯 其實它的外形呢 雖然跟上一代一樣 雖然縮小了 但感覺完全 一點都不會覺得它 其實是精緻了 我想用這個精緻 讓你搶一個對白 搶你的東西 你看旁邊有多漂亮 我覺得其實呢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這麼精緻 和它的殼有這麼不同 普通手錶呢? 鶴形 第一 這個一定不是一個一體成型的手錶 何謂一體成型呢? 很多錶殼是一件過的 而這裡呢 他們是有幾件配件 這樣 一件一件砌出來 近年這些組合錶殼都相當流行 因為組合錶殼呢 容易帶出錶的立體感 你看看 寫錶 我剛剛呢 因為用電話看的關係 比我肉眼看更加清楚 一件事 你打側一點點 我想問這個 是否因為它是想做一個 Tie Link 效果 所以它 未有Tie在 就是這樣 有弧形的 整條LINK 那真的一樣 我剛才看到 一直覺得它是一條LINK 這條Tie Link 這個Tie Link 的LINK 旁邊就是有一個 好像 弧形進去 對 好像包了一條Tie 未有Tie的一個LINK 對 嘩 底部也很漂亮 對 很立體 中間的 蓋子 這些叫做什麼 在Tie上面的 蓋子 叫做蓋子 這個花紋 對 你看看 外面看 很漂亮 有兩層 其實有一點拱起 是立體的 所以 這個意大利牌子 本身的外形 做工 都相當特別 這次是適合我 因為這次的尺寸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 你想想 普通的手錶 後面背面 就是一塊鏡 就算了 看到機身 它又做多一個 這裏又要花點工夫 起個帽 那前面呢 前面有很多 就一塊錶面 它不是了 它用了一個立體的Tie Link 來代表錶面 而普通的錶面 上面的黑度 它又有趣 它又黑了在 礦物水晶鏡上面 是 這些礦物水晶鏡 都頗為花 相當不錯 而且我一向都欣賞 它表面的顏色 和底是有很細心的設計 但有人被預為 這錶是最美的錶底手錶 這麼厲害 對 它的底很漂亮 也是很漂亮的 對嗎 我先看看其他顏色 這次有什麼顏色 剛才你那隻就這樣 剛才一拍就拍了這隻 是 軍綠橙色 我自己就 很喜歡 應該是覺得最美 我自己就 我也覺得很合襯你 因為它的軍綠色錶 是快拆帶來 是啊 有幾快 真的很快 很快 喜歡可以配合帶 可以換錶帶 我以為這隻是你 對 為甚麼 我很喜歡黑白 這顏色的顏色 挺faction 帶出來 我是faction 對 你選擇一隻帶 看看你選哪隻 好 還有 還有一隻 黑黃 對 很有賽車感覺 講到最有賽車感 你猜是什麼顏色 車 我給你猜一下 我自己就覺得是紅色的跑車 就是帶著神秘 對 神秘的手錶 就在這個盒子 這隻就是紅色的跑車 這個盒子都相當精美 你看看 它一向都漂亮 那盒子 很漂亮 有鏡子看到那個錶 打開 它這個位置跟它的錶扣 對嗎 對 是啊 紅色的跑車 準時帶著神秘 哇 紅色的街燈 是什麼 什麼下雨碑 充滿下雨碑 我記得一下 紅色是多漂亮 現在我沒有記錯 第一代 其實最好賣的是黑紅色 對 黑紅色往往也有比較 一種彩車感 是 還有這個是銀殼 好像只有這隻銀殼 看看是不是銀殼 殼來說 有銀色 是 黑色呢 是 還有一個是金色的 玫瑰金色 沒錯 是的 你喜歡什麼顏色 我喜歡軍綠色 橙色的針很漂亮 我今天比較突破 帶黑紅 帶黑紅色 你不是體育學會的黑紅色嗎 哈哈 先整一下它 黑紅 就是這麼簡單 整一下 這隻錶是多少錢的 你講過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我告訴你 這錶定價 是港幣6千元 是 我們現在 4980 我帶你覺得大不大 小不小 剛剛好 剛剛好 舊那隻 第一代我是覺得大的 很多朋友都覺得略大 是 我帶大這隻 其實我都覺得可以 很帥 這隻很帥 很帥 加上有結構很特別 這隻一定價格到貴一點 是 一萬人鬆一點 相對這隻親民好多 相對 對 價錢和大小都親民 沒錯 沒錯 我們叫它做親民的太令 親民的太令 G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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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